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库家祖 欢迎收看三个小五星期日的欢迎电影新闻 今年起高,因为较少了 还有很多东西都受到影响 修行普遍都不好 像在最大厢所在今的算头 修行的素量跟去年比起来 就减少将近三分之一 生在经过人民的环境 都很难过已经来提出相关的保障政策 但是已经修行过的人民 所以没有在这些保障的对象里面 让保护的人民感觉很难 几大匹的餐桌,尽量某某的蒜头 但是因为气候变化 今年的天气是很热热 参加蒜头这种冬天再生的作物 没法到尽上心中 品质、山粮都受影响 比起去年减了三成组有的修行 蒜都表示非常难 蒜头是汉足,是冬人的作物 因为蒜头的作物是越冷 那它的山粮才会出来,才会越好 所以说今年的蒜头 粉临官的山粮检查三分之一 透过蒜农的欢迎 冬委会也提出现金救助的进出 但是保障对上来面 没有包括已经采取完成的冬民 让这些冬民都表示不公平 因为就是在早前的人收起来 让其他冬民也会提出公平的保障经历 来减轻顺利益 冬水是正蒜头的时候 因为专做的时候大家都有新报嘛 你看要依新报的方式 留保障 还是说要专民保障 经历 我们冬政丹女相关丹女 可以留条件 冬民是我们不然就 蒜头的现金保障 开放新庆到三个十三号 虽然已经采取的蒜头 常是找不到配合的测析 还要丹台主管机关的会议 但是有负合主纪的蒜头 可以把时间加近新庆 减轻顺利的负担 记者 郑仪庭 蔡宏博德 我们下期再见